像这种黑天 现在都已经七点多了 进山里 大家能不能感觉到 害怕 肯定你们这个时候 肯定都在睡觉休息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山里面 我手里拿的是电棒 不拿电棒 根本都看不清 看 是不是 这个道特别不好走 因为白天走的时候 就挺费劲的 但是到黑天的时候 更费劲 现在感觉外边 好像还下着雨呢 看这个路水 去黑去黑地 老老你这洗啥呢 你从哪抠这些葡萄丁啊 到大东西 哎呀妈真好啊 这大葡萄丁 哎呀 你叫包脚来泡水喝呀 你老 你老 让我给他那个亮亮 妈这好着火 这时候还有这坡丁啊 那 那都啥时候了 根儿要吹雪了 这是挖的挖掉根儿 挖掉根儿的 嗯 泡水喝就行 那根儿好啊 那根儿 好不到啊 根儿最好的 那根儿 我能耗就好 你能耗 我这都挖撒毛呢 现在就鼓劲了 老 这是一千二 就是你给我姥爷踩的身体肠 完了还剩那个五斤 到我再给你钱 啊 这个样我帮你卖一点 嗯 嗯 嗯 那 等到那五斤卖了 我再给你钱 对 对 就是我们在 那妈那不有折叠的吗 老这便也行嘛 拿个桌就行呗 在山上吃饭 是吧 老给找找 那我干啥呢 你找一找 要不天天蹲着吃饭 看着我戴着头灯 穿的棉袄 穿的靴子 因为我们要上山了 现在都已经是几点 六点了 马上六点了 因为外边都已经黑天了嘛 嗯 我们得上山去看那个蛤蟆钩 因为我们在山上养的嘛 因为晚上有偷的 啊 再一个鱼啊什么的东西 必须得看好了 怕晚上有半夜 随去偷 要这么多年 花钱养了就白养了 所以我们先要去 得半夜才能回来 哪天都得看到 十一二点钟 鱼呢 太郎 哎呀 这小鱼 这是我今天给你拿那个吗 嗯 啊 看我太郎都快九十了 还能挤鱼呢 这都是我老 老你这有采的是吧 嗯 又采这些是您茶呀 看 太干了是吗 嗯 可不 又快干了 嗯 行 我得走了 上山 上山 上山你挣钱去 那 走了 完了 现在往山里走呢 我们家离这个 我们住的地方还挺远的 得走一会儿 一黄 一黄又日一天 从早上六点到现在 都没着消停 去黑去黑的 有没有来陪我做伴的哈 嘿嘿 告诉你 我们这边晚上黑虾子 嗯 什么 袍子 野猪 晚上动物叫声可全乎了 嘿嘿 反正总能听到动物叫声 不跟你们说了 往山里走了啊 因为我们没有信号了 到地方了 到我们住的地方了 看一下四周啊 看到了吗 这真是在大山里边 看 看一下 去黑 什么感觉 哦 睡觉了 嗯 拉加一个刀 拉加一个刀 嗯 那咋着 出发了 我们现在 寄山了 巡逻一圈 哈哈 好了 嗯 不说了啊 下期视频见吧 现在外边 已经去黑黑的了 看 不拿电帽的话 根本都看不到 已经很黑了 好了 拜拜 拜拜 嘿嘿 嘿嘿 嘿嘿嘿 小伙论 小伙论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